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节字因实相传 用笔谦千古不移 用笔谦千古不移这句话可以好理解 说在写字的时候 他的笔法上基本上从古至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 他说的是节字因实相传 就是因为时代的不同 他的节字会有些变化 有些不同 那么这是传什么呢 因实相传他在传什么呢 凭我个人的理解 相传他应该传的是字的法则 也就是肩价结构的法则 一个字都有一个字的节的方法 和他的节的法则 我们也可以说是字的法度 未进时期 也就是说未进以前 我们看到这些字 因为时代不同 还能有些变化的话 未进以后 特别是到了隋唐时期 我们看见的这些字 基本上从兼诈结构的法度上 法则上 基本上就没什么变化了 没什么变化了 从隋唐之后 我们字的法则也就基本是定型了 直到现在 我们写的字仍然是隋唐时期的字的法则 所以我再三的说这点的意思是说 节字有法则 我们应该在练字的时候 要尽快的 更多的去掌握这些法则 这样呢 掌握的多了 学得快 对我们的学习会有很大的好处 有许多朋友和我的学生啊 经常拿一些他们写的字 让我来看 让我看写的好不好 我呢 一般的不说他写的好与不好 为什么呢 好不好都是相对而言 我只是说的 你这个字写的对啊 你这个字写的不对 这个对与不对 我是在指的什么呢 实际上是在指这个字的法度 和说这个字的法则 这个法则对于不对 是个内行 外行和专业和业余的一个区分问题 啊 我们这个搞书法呀 和这个京剧的唱腔和声乐的发音和其类的这个招数 都是一个道理 就是他自己有他一套内在的规律和一种法则 这个法则你掌握的对了 即使这个字你没有写好啊 你这个唱腔发音没有发的很对 很圆满 这个棋呢 你也没有赢棋 但是只要法则上对了 效果上就差不了多少啊 就差不了多少 所以说呢 我们说呢 你一定要在我学习这段期间 要认真领会 这一个字的节字的这个法则 它到底它们内在这些关系 当然了 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不可能在这个情况下把任何一个字都讲得那么很详细 讲得那么很仔细 啊 但是呢 我会讲到一批字啊 我希望大家呢 能特别是初学者 能看一下这些字的它到底节字 它的法则是什么啊 尽量的把它记下来 这对你今后的学习和掌握 以及呢 举一反三 举一反十 反百 都会有好处的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由我最近几年创作的金价结构二十八法 这二十八法 是我在学习了前人的一些理论法则基础上 结合我自己的实际情况所创造出来的 这个前人呢 比如说欧阳荀 他有一个三十六法 啊 黄紫园呢 有九十二法 蒋恒呢 有一个分布配合法 还有什么大结构五十四法 等等等等 古人们创作了这些东西 主要是为了对于初学者入门啊 有一个指导 我写的这些东西呢 一是对我自己一种结合 另外呢 也有一些初学者在跟我学习书法当中呢 我呢 也希望通过我自己的实践啊 通过我自己总结出这点经验 对于这些初学者有所帮助 有所启发 呃 但是呢 呃 重其量也不过都是学习了前人的一些东西啊 结合自己的一些具体的实践啊 呃 今天呢 我给大家呢 呃 把这二十八法呢 具体来介绍一下啊 呃 欢迎大家呢 呃 批评举证啊 如果能对初学者有所启发 有所帮助 那当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我是这样认为 我们学习写字 允许我们写不好 但是不允许我们不好好去写啊 最糟糕的是 不好好去写啊 这就会带来一个终身的遗憾 虽然你很爱好书法 但是始终没有把它写出来 这往往和自己的实习态度和指导思想有很大的关系啊 呃 法则是必须的 所以今天我们讲这个肩价结构 再三的强调这一点 希望引起初学者的注意 下面呢 我们开始逐字逐条的来谈一下啊 我们先来谈一下二十八法里的第一法 首点居正法啊 首点居正 就是当一个字第一笔是个点的时候啊 不管它是竖点啊 还是横点啊 只要第一笔是个点的时候 你要考虑一下 它是不是应该在这个字的当中啊 当然像沿字爬 它第一笔是点啊 沿字爬肯定不在字的当中 但是如果单独我们写一个沿啊 就说话这个沿 那么第一点肯定应该是在这一个字的当中 大家呢 一定要注意一点 注意一点的是什么呢 它在一个字的当中 并不是在这个格子里边 你从这边去量啊 这个笔画最远处 你比方说啊 大家比方说这个沿啊 并不是说这个边和这个格子离多远 那这个边和这个格子离多远 它选当中 不是 我说的是这个点在当中 指的是在它的重心的当中 啊 在它重心的当中 呃 这么着的话呢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 我现在呢 给大家写几个字啊 大家看一下 我们来写一下这个言语的言 嗯 这个是什么要求 这个盐 我说一点 这个盐的下边一个口子 这个口子 只要我们单独写一个口 这口里边没有东西 没有横 没有皮纳什么东西 没有点 只要是单独一个口 不用管它多大 都应该是 底下这一横 封住了 就是拖住了 这边这一树 拖住这边这一树 不应该让这一树 来挡着这一横 我写给大家看一下 口子的错 光写这个口子 口子的错误写法 这都写的对 这是错误的 单独写口 这个数笔不能该出来 应该是 这个样子 当然了 如果这口里头有别的东西 你比方说 我里头有一横 这次念约 或者写长一点 这念日 这样可以的 单独写口 底下这一横 必须要拖着 上边 这一树 这一点呢 不光是欧凯 欧言 柳诏 都应该是这样 都应该是这样 我们再写一个 我们写一个 繁体字的 宝贝的宝 主要是为了写 上边这个宝盖 好 就是说这一点 应该是在这一个字的当中 应该在一个字当中 准确来说呢 实际上这个 这个拐折这个地方 比这边这一竖要远一些 但是它应该写在了 这个这个横折的 这个当中偏左一点 偏左一点 但是呢 比顺是先写一点 后写这个比下一竖这个拐折 所以这个这个宝盖 应该比一下这一横 写的让它靠右一点 这个字摆在当中 就写了摆正 我们再来说一下 第二个法则 第二个法则 就是通辨固盼 通辨固盼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一个字里 有许多的点画 有许多的点 它不是一个点 它好几个点 那么一定要要求这个点 要有变化 如果能有点都点成一样 那就难看 应该让它点 有左点 有右点 有阳点 需要让它有个不同的变化 即使都是右点 也应该写法上有所不同 我们再来看一下 再写这个字 比方说 我们写这个鹰 红鹰腔的鹰 看 实际上 这是四点 这四点呢 它们的写法不一样 但是 它们都有规矩 应该是这么去写 不许多好 所以 没有 就是 有 无 词 我 实际这里边的 还有两点 也是应该稍稍让它有一点变化 我们再写一个字 比如说这个 笼子 鱼子 这个 感谢观看 这是书法当中允许这么写的 这是一种易写法 古人们很多都是这么去写 这是第二法 我们再来说一下第三法 就是点数 直对 点数直对 怎么叫点数直对呢 比如说 我们说这个主 张家作主人的这个主子 这个主子什么意思呢 就是上边 这一点 你这一竖 要在一个垂直线上 在一个垂直线上 凡是遇到上面有点 下面有竖笔的时候 往往他们之间都是要垂直的 如果你不写在了垂直线上 无论下面这一竖笔 你是靠左还是靠右 拿这个字 它就倒了 重心 它就要倒了 它站不住 它站不住 别人看着就不好看 注意写自己的重心 无论横扯属那 它是怎么一个角度 一定要注意 注意的是重心不倒 我们再写一个 好 这个地也是一样 上边 这个一点 底下这一树 应该要直对 这个字也是这样 一个这里的字 应该要马上想到 点与下边的树 是应该要对直的 我们再来谈一下 第四个法则 中值对正 就是说 在一个字当中 就是上下结构组成的字 上边有 当中有一个树笔 下边有一个树笔 那这两个树笔 是应该要对正的 不能偏 偏了不好看 大家写一下 比如说我们经常写的 好吗 好嗎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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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油 那这儿呢 好吗 好吗 这个镯子 再写一个 这个镯子也是这样 应该是 当中这两竖笔 应该垂直对正 我们再说下第五法 中值偏右 一个字当中 有这么一个竖笔 而且是个主要的这一竖笔 往往它稍稍偏右一点 稍稍偏右一点 你比如说姓王的王 徒弟的徒 上下的上 上下的下 它都比较偏右 都比较偏右一点 但是呢 它是稍稍有那么一点 几乎让你感觉不出来 我们再写一下 比如说 我们写一个中国的中 啊 中国的中 这一竖笔呢 就稍稍偏右了一点 稍稍偏右一点 如果要拿尺量的话呢 准是这个头 左边 稍稍比右边 长那么一点点 啊 当然了 这个字 整个来讲 是在当中的 啊 比如说 啊 啊 上下的上 上下上 也是稍稍有那么一点点 啊 稍稍有那么一点点 另外呢 我们抬下第六法 比输 邪位 就是啊 这一竖笔啊 当在下边的时候 往往它并不是在正当中 啊 举个例子来说 好啊 中文字幕——YK 它有时候就偏左 有时候就偏右 像这个命字 最后这一竖笔就稍稍偏右一点 啊 就比如啊 虽然这一竖笔是在这个格子的当中 是正当中的啊 在中心线上 但是它在这个字当中是稍稍偏右 啊 偏右一点 注意这点 一般的情话有的还偏左 但是偏右的居多 下面我们来谈一下第七法 竖笔等句 就是在一个字当中 当有几个竖笔的时候 啊 一定要注意 他们的间 他们的间距 要相等 啊 一定要相等 如果不相等 他们就会发生问题 啊 呃 写出去不好看 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谢谢大家 比如说这个点子 这个点子里边呢 准确来讲是四横 是四竖 一二三四 四竖笔 它们之间的距离应该要差不多 哪一个宽了 它也不好看 这点呢 只要是有竖笔 一定要注意它的间距 感谢观看 这是修理的修字的易写 它这里边是四竖 一二三四 这四竖 它们之间的距离也应该是一样的 还有就是 亚洲的周 三竖当中三点 这三竖当中的两个距离 也应该是一样的 下面我们说一下第八法 横笔等距 数笔等距 横笔是不是也等距呢 横笔也等距 好 好 谢谢观看 其实这个棋子 一横两横三横四横 它们之间的距离也要相等 但有一点要搞清楚了 一旦里边出现了点的时候 出现了点和撇 它几乎就不能等距了 它有些字当中出现了这些问题的时候 就不行了 它就不能再等距 你比如说文章的章 文章的章上面是个栗子 底下是个枣 上面这个栗子 栗子点横完了之后 下面有两点 这两点和下面底下这一横 以及底下这个 下面这个枣子 距离就不相等 就不相等 所以大家写一下 比如说 这个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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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距离是一样 但是因为这个横和这横之间 当中有点 它们之间就不能相等 不能跟底下一样 这是不可以的 我们再来说一下 第九法 上收下展 黄自元 清代的大书法家 黄自元有一句话 他在九十二法里提到 上收者 要下展 下展者 上边要收 上收者一展 上展者一收 他就说的是这句话 这句话意思就是说 当一个字 有上下组成的时候 不能都是开开的 都是放纵的 也不能都是收敛的 它总有一方应该要收 有一方应该要展 它应该哪些要收 哪些要展呢 这应该从实践当中进行学习 并且把它记住 比方说 我们写一个 像 这个像子就是上收 下展的字 上边 这个要写的 收紧一点 下边的要写的 放开一点 下边要写的 放开一点 再比如 我们在写 群众的注册 这个反写 下边的 是三个人 三个人 上边的 十一个眼睛 三个人 去看 觉得是群众的重 还有呢 就是安全的安 这也是比较典型的一个 上收下展的字 上这个宝杆 一定要写小 千万不能写大 把这个字写大了之后呢 下这个女字 就没法写了 刚才说的是 上收下展 还有的字呢 就是上感 下收 比如 等于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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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正下斜 就是上下组合的字 它上边是正的 下边是斜的 有些字就是这样 上边看着很正 但下边就是斜的 哪些字呢 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这个中字 这个中就属于上正下斜 这个心字 任何一个字 只要下边有心 这个心就写的靠右 就是偏这么一点 比如说思想的思 顾虑的虑 这一类的字 只要下边有心 都应该靠右一点 它不能在一个中字的正下方 在正下方就难看了 心都不正 有些开玩笑说 人心不正 字的心也不正 比较偏一点 但是偏一点它好看 我们再写一个 啊 像这个是 形式的是 这个是呢 上边是正 下边这个例子要写写 例子不能把它写正 写正了这个字 你把例子写正 这个字他就写了 我们在谈下第十二法 上斜下正 他有些字 上边是斜的 下边是正的 上边斜下边是正 比如啊 你看我在写这个大字 你看这大字你看着 他肯定是斜的啊 这大字怎么这么写呢 他斜的 但是写了底下之后 他就不斜了 这个字写完之后 你看这个字 他没有倒 虽然上面是斜 底下他这个字 他能立在这儿 他重心不失 再说 像这个子字也是一样 上边是斜 下边这个角丝 是应该要直的 我们再说一下 第十三法 下方营救 营啊 就是迎接的意思 就呢 就是凑合啊 往前往前 往前 挤这个字啊 这个这个部位要往前靠啊 是欢迎啊 欢迎的意思 那怎么理解这个这个字呢 就是凡是遇到了这类的字 应该要注意 就是下边这个部位 要使劲啊 你要用得尽量的 往上边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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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书法中呢 这个 这一笔啊 可以写成一笔下来 也可以写成两笔 现在要说的是 就是这个下不这个梁子 一定要往上啊 往上去靠它 都要往下坠 要写得紧一点 比方说 金银的金 金银的金 就应该是呢 这个 往上啊 这个比下边的 下边这个部位 应该往上靠 还有今天的金 凡是下边有匹有那 下边有什么部件的 一般都是要往上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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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